虎伟国小参加今年全国国小杯空手道锦标赛 获得优秀的好成绩 总共拿下五个冠军 四个亚军以及两个季军 因此得到云林县基优运动员奖励金 其中一位学生刘应成还获得今年度的云林之光 县长张立善以及县议员都特别前来颁奖 学生依照教练指示展现出空手道的精神跟气势 这些是虎伟国小的学生 今年参加第一届全国国小杯空手道锦标赛 拿下五个第一名四个第二名以及两个第三名 其中学生刘应成更得到110年度云林之光 假日可能廉价什么都是在练习 就比赛前认真练习然后比赛的时候 不要让自己太紧张 超级无敌批开心 真的吗?不开心? 嗯 那你以后好像要找得奖 要啊当然想 想要谢谢教练谢谢爸爸妈妈 最辛苦的练基本动作 谢谢教练帮我好好培养到这个阶段 我会拿更多奖回来 云林县长张立善为这四位同学 颁发云林县基幼运动员奖励金 以及云林之光的奖项 学生家长都感到非常光荣 更表示全力支持孩子的发展 个人是觉得要归功于教练张敬丽教练 体育选手除了基本的技术以外 他的各方面的抗压以及代人 其实都是在场上成绩获得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能够去当就是往全国手的方向走 对 我们就是也是他有这个目标 我们就是去支持他 另外胡伟国小校长张美玲 在胡伟国小服务八年 将要转往其他学校继续服务 为此家长会长等人赠送他一块匾额 表达感谢及祝福 那尤其是站着我旁边 我们空手道的这些同学 表现非常优异 而且刘应成还得到我们云林之光 我们张美玲校长大概已经到任 今年大概要转换其他的学校 那所以他在这任期当中的表现 可圈可点 不只是校务的评鉴 还有特殊教育的评鉴 或是他个人的这个领导 都深获大家的肯定 也充满了领导的魅力 真的非常感谢这八年来 我们所有的家长跟学生一起努力 然后家长对我的支持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胡伟国小 快乐的成长 在我们家长会长林志龙先生 他们跟主任他们送给 我们张美玲校长这个匾额 重点还是感谢他在胡伟国小的贡献 继续为我们云林先生的教育继续打拼 希望学生跟校长未来继续努力 创造更好的成绩以及未来 接近为此云现才报导